科普中国 最常见的说法逐一解释 指甲周围长稻刺 因为缺乏营养 答案是不一定 营养不均衡 缺乏维生素A、B、C、E、心及C等 会使得皮肤的抵抗力下降 公滑度变差 手部会变得粗糙干燥 长出稻刺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咬手指 抠手指啃指甲 尤其是小孩子 这样很容易损伤指甲根部皮肤 导致倒似生长 但更多的是单纯因为气候干燥 导致手部皮肤干燥 引起指甲倒似生长 越牙越多代表生育能力越强 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生育能力和身体健康有关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生育能力自然强 月牙越多代表身体越健康 答案是错误的 月牙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小或者消失 那都是因为你体内的新陈代系逐渐减慢造成的结果 不要惊慌 生活中有些关于指甲上出现的状况需要值得注意了 1.白斑点月牙 表现为半月痕内白色呈斑点状缺失 原因是半月痕部分的机质上皮细胞并变 鉴于银血病、斑突和皮肤扁平抬线 2.肉红色半月 月牙由正常的白色变为红色 月牙与指尖颜色分布清 表示脏腹功能下降 体力消耗过大 容易引起糖尿病、甲抗等病症 在心血管、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病等 都有报告过该体证 3.红斑点月牙 指甲下有红斑点出现 说明毛细血管出现 其成因可能是由于高血压、皮肤病、心脏感染 或一些潜在的严重疾病的存在 4.黑色月牙 多进于严重的心脏病、肿瘤或长期服药引起药物和重金属中毒